第五章 吃东西游戏 小猫咪运动会 1.外部汇入背景 2.让小猫咪跟滑鼠 3.加入跑步动作 4.小猫咪吃橘子 5.建立游戏结束条件 游戏专案 小猫咪的运动会要开始了 让我们一起跟小猫咪一同游戏和它一起完成任务 用我们的滑鼠带领小猫咪在操场上成功吃到全部的橘子就完成任务咯 专案流程 下列这些游戏文字脚本如何简化成流程呢 使用滑鼠来控制猫咪移动 让猫咪在跑道上吃到规定数量的橘子 即刻游戏结束 先思考一下 游戏需要什么场景 游戏需要什么样的角色 角色要怎么移动呢 要如何制作出声音效果呢 角色需要变换造型吗 游戏结束的条件是什么呢 开放一分钟给各位同学思考一下 好 游戏开始 第一步会入角色 第二步沿着跑道移动 第三步猫咪跑步 第四步猫咪吃橘子 第五步吃到规定的数量 第六步游戏结束的条件 提醒一下Squatch内建的图样有限 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外部挥入图案 让我们的作品变得更具有个人特色 准备素材 舞台 角色用毛咪 再来第二个角色用橘子 好 给各位一分钟想一下怎么做呢 好 再见 来velce 感谢观看